大家好,我们开始上课 接下来我们开始设计这个马达驱动电路 马达驱动电路首先很明显 我们设计的原则思路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紧抓核心 这里面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马达 那么我们接下来先找个马达出来 我们选择这个马达 它实际上用的是一个直流有刷马达 直流有刷马达 其实我们前面视频也讲过了 我们拷贝一个feedback下来 再找一个开关 连接起来就是这样 OK 只要我们按接一按 马上这个马达就开始撞 如果你想反转的话 其实只要反过来就行了 把这个马达 这样子的话按接一按 它就反转了 对于马达来说 主要就是马达的第一血型 对吧 我们现在无人几米用到了马达 其实它需要用到的电流是几安培 我们差不多 大概是2安培左右 那电流2安培 那马达血型另外还要考虑的一个是什么 电压 对于马达 马达的血型 这也是我们硬件工程师需要做的事情 软件工程师他不管 你就把这个弄好给他就OK了 电压的话 因为我们这里用的是电池嘛 电池的电压范围是3伏到4.2伏 因为马达是直接从电池取代的 所以它的电压范围也是3伏到4.2伏 在这个电压范围 它都是要能够工作 当然很明显 我们心里要清楚 当电压是3伏的时候 输出相同功率假设为P 当电压是3伏的时候 输出相同的功率假设为P 实际上这个电流是偏大的 我们用一个借头表示 如果这个时候是4.2伏的话 输入相同的功率 那么它的电流就偏小 就会小一些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好 马达血型OK了 接下来开关也要选 选择开关 那么这个开关和马达 它是一个创业的光系 所以说马达的电流 就决定了这个开关的一个电流 开关的血型 同样涉及电流 电流它等于马达的电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电路 血型电路 我们有两种 两种链接方式 第一种呢我们可以把开关放在下面 对不对 第二种呢我们可以把开关放在上面 比如像这样 那么这两种其实都可以的 对不对 由于现在的开关都是由电子开关 而不是机械开关 那么电子开关我们首先考虑到 选择晶体管开关 对于一个晶体管如三级管而言 它的电流像这里达到 安培级别 那么我们一般用的比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功耗比较大 对不对 开关可以选择是三级管 那么三级管的话 如果你IC IC是两安培 三级管的积极电流 Ib在放大比数100倍情况下 需要200毫安电流 我们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设计这个电源的时候 电源的总共才400毫安 是不是 如果你一个管子就200毫安 那么四个管子就要800毫安明显 我其他都不用做 这个当比机也没法做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三级管pass掉了 那么接下来就剩一个什么呢 模式管 对不对 模式管我们就选放置在马达上面这个方式 因为它跟电源相连 然后控制开关的状态 我们说这个一定要选用一个P管 那么如果是放在下面 跟D相连 做一个开关管的话 我说这种一般叫做N管 对于MOSFIT来说 我们一般情况下 P管的电流是偏小的 而且P管的总类很少 生产厂 厂家也少 N管的电流可以做得很大 并且生产厂家比较多 总类也比较多 价格也比较便宜 因为它出货量的也大 所以从这些方面考虑 我们选择N管 作为它的一个开关 因为它量多便宜 而且电流可以做得很大 这是P管和N管的一个区别 我们还是要写一点 写一点选型的内容在上面的 P管它电流小 价格高 总类小 电流 电流很大 这个N管的差异相反 它电流比较大 它这个价格低 总类很多 所以我们需要选择一个N管 N管它这个第一次导通电压 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 以前我们跟大家讲过 MOSFIT它的导通电压是4.5V 导通电压的预值4.5V 但是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瓶颈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feedback 它最高跌压 才4.2V 那么横冰简 最高的跌压都没有达到4.5V的 这样一个预值 所以我们要选一个 预值小于3V的 那么小于3V预值的跌压 一般在低压的MOSFIT里面 用的多 用的多一点 它的特点 就是说一定是低压 低压的MOSFIT 小电流 而且在消费力电子里面 用的比较多 而在工业领域里面 是不用的 因为你这个导通预值低 有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在里面 比如说 它很容易受到干扰 对不对 很容易干扰 消费力电子无所谓 反正坏就坏 出现液问题也无所谓 工业和汽车里面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用的 至少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读这个Data Sheet 那么我们选型就选了一个DMG-2302U 这样一个芯片 不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我们打开这个PDF 它是台湾的一家PB公司生产的 那么MOSFIT的学习一般需要考虑 这几个方面 电压 电流 然后这个RD SON 然后封装 封装涉及到你这个绑子 能不能放得下来问题 然后这些都满足的情况下呢 你还要考虑一个什么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出货量 如果对方的出货量不大 那么你这个可能生产了几批 这个后面就等料时间的时间很长 这样就不行了 另外呢 还要考虑它的一个库存 否则会有风险 要考虑困着 库存一定要大 这样不会影响你后面批量生产 那么出货量大 这个还要考虑到什么 还要考虑到它的一个供货周期 一定要问好 两周四周八周 还是什么时间 供货周期 这是需要去考虑的 最后就说还要考虑一个价格 那为什么最后才考虑价格呢 因为你没有前面的这些东西 价格是没法去谈的 价格再提供 你不实用也没有用 是吧 那么你供货量大 库存大的话 它的价格必然会低 供货量小 它的价格也必然会高 这个本来就是商品的买卖嘛 就是这样的 我们从无人机的角度来说 我们希望封装要小 对不对 因为封装小 它就轻嘛 在无人机上面 它要考虑一个重量 考虑这个重量 电流我们额定是2倍 那就取3倍吧 还要考虑它的RDSOM 肯定这个雷迪松越小 MOSFET它的发热量就越小 这个雷迪松是我们要去光注的 这个电压是指它的耐压 当然还有一个是及时的导通电压 我们结合这几个方面 再来看DataSheet DMG2302U 它是一个N勾刀的MOSFET 我们看一下它的特征 它是低的导通内阻 低的速度掉龙 快速的开工 这边也没有什么了 再来看一下它的封装 左边很明显是 这个SOT23这样的封装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封装 SOT23 所以它小 大家看到要知道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封装 这个好了 我们再来看耐压 它的耐压是20伏 对吧 那肯定是够我们用了 我们这个要求是多少 我们feedback这个才4.2伏 所以这个耐压肯定是够的 GS的一个低压是正负8伏 一个是低时 一个是急时正负8伏 不要超过它 超过它就容易坏 我们是不可能超过的 因为我们单批机才3伏 所以OK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导通电流 导通电流的话 我们看是4.2安培 所以说是足够了 翻了一倍 当然了 这个导通电流跟温度有关 如果你温度高 我们说导通电流就会下降 但是我们这里的封装小 封装小 那我们到时候算一下 它的这个发热量是多大 到底合不合适 我们到时候再算一下 这里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功耗 功率损耗 功率损耗的话 它是0.8瓦和0.5瓦 这个是急温 急温的意思是 当热损耗是1瓦时 它上升了一个温度 这个是工作和存储的一个温度 存储温度是从-55度到正的150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1瓦它可以上升156度 假设我们这里的电流 确实在最大的4.2安培了 4.2安培了 当然这里现在不是特别好算 因为这里面的损耗 分为开通损耗 关动损耗 与你的频率是有关系的 所以还不是很好算 不好算的话 那我们就不算了 不管了 关于这个计算的话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跟大家讲过 MOSFET的温度 温升怎么去计算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这里我想说的是 你哪怕算下来这个温度特别的高 但是也是有办法的 对不对 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去给它进行一个散热 因为我们无人机 它上面有风 这个风可以加大它的空气流动 让它上热 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MOSFET在画板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附同 增到它的一个上热灭积 我们可以给它肤同 增到它的一个上热的灭积 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直接降温的办法 第一个是风 因为我们有风啊 第二个是肤同 通过肤同增加上热的灭积 好 一般我们的肤同是对地肤同 对MOSFET的D 还有对电源的D进行一个肤同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OK了 我们再看这个Data Sheet 我们主要看一下 它的导通阀值是0.1伏 到导通阱值 应该念阱值 它是0.4伏到1伏 说明是很低的 我们当BG可以达到3伏 再来看看这个它的RDSΩ RDSΩ 是90到120毫 这个数字由我们想象中的值是P带的 正常情况下我们 一般100安培的过流流过的电流情况下 那么它这个内阻只有几毫 当然你这个电流 它在MOSFET设计的时候 这个电流越大 它这个内阻必然会低 它的电流小 它的内阻就大一些 90到120毫 是我们所说的RDSΩ 我们看 这个耐压我们刚才说了 是220毫是吧 即使是不要超过正负8伏 那好这些的话就OK了 价格呢也不贵 相对于说这是因为国内生产的厂家也做了很多 我们看其他一些不太的程度 其实我们只要了解这些就可以了 其他呢就我就不详细去分析了 OK那么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MOSFET的设计 开始设计前需要评估一下 它这个电流 电流可达4安培 我们这里要求是3安培 对不对 其实它已经达到了4安培 那么它电流是OK的 电压呢我们只要0.4 0到4.2伏 它达到了20伏 电压OK没有问题 这个飞机使电压也是可以的 是吧 应该是飞机使踢取电压 它的内阻的话关系到它的发热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温度给它降进去 因为有风温度下降 还有这个风装小清 这些都符合 我们这个时候这个MOSFET就OK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MOSFET 放到原理头里面 我们从这里 Library考一个下来 这是个N管 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个MOSFET 开展设计 好大家休息一下